大家好,我是小石车的方先生 今天教大家可以称霸小吃街的砂锅肥肠粉 鲜椒肥肠去洗干净切断 怎么洗肥肠,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雪菜双大肠 上面有详细的清洗方法 鲜椒生姜、大蒜和豆辣椒炒香 豆辣椒是灵魂,一定要放 然后放入肥肠,翻炒一下,冰炒一下 这个放生抽,老抽和啤酒 生抽的面可以多放一点 主要是为了蒸鲜 它就是为了提心,蒸香和老化肥肠 肥肠吃起来的口感更软爛 再放入花椒,香叶,八角,香辣椒和大葱 面都不要多,一点点就好 烧开后转小火煮一小时 煮肥肠的时间,我们准备一下配菜 千张切丝 有豆腐对半切开,这样更容易入味 扎木耳泡发后切丝 肥肠煮好后尝一下味道 因为剁辣椒比较咸,我就没放盐了 要是觉得比较淡的话,可以再加点盐调味 砂锅中放入大半多水,然后加入鸡精和盐 再放入一勺醋,一勺小葱和一勺油辣椒 再放入一勺醋,一勺小葱和一勺油辣椒 煮开 煮开后尝一下味道 然后放入土豆粉,我没有买到土豆粉 用的乌冬面代替,大家就倒在土豆粉吧 再放入配菜 放想要带卤汤的肥肠 最后放入一点大菜,花生米和香菜叶 把鸡精的颜色浔液 放入土豆粉 再放入土豆粉 放入均匀 然后放入锅子 谢谢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小时特的邦先生 今天教大家做夏天吃非常开胃的麻辣鸡丝 先将鸡腿去骨方法是沿腿骨的走向用刀慢慢划开 能够放入鸡腿、生抽和料酒 再放入花椒、干辣椒、姜片和小葱 大火烧拆后转小火再烧10分钟 然后关火在水里泡5分钟 切一点黄瓜丝 蒜末 花生碎 豆芽热水下锅大约焯水30秒捞出 时间太久就不爽肯了 鸡肉盐纹理撕成丝 放入豆芽、黄瓜 蒜末、花生碎 再放入大约两勺的生抽、一勺花椒油和一勺红油 最后放入一点盐和白糖 拌均匀 鸡丝中放入黄瓜和豆芽会比较爽口 我忘记放醋了 大家可以跟随自己的口味放一点醋 吃起来会更加的开胃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